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感觉他们也是挺热心帮助我的 我在这里要感谢朋友 为什么我的店铺里面 只有几样商品呢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感觉说出来 又感觉是现丑了 你知道吗 可能有的人也知道 我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人 我把笔记本电脑拿回来 我开机了 我也把就是洗干净了 然后开机 想连接一下家里面的WiFi 我打开之后呢 我发现了 我弄了三个晚上 我都没有连接上那个WiFi 用不了 你知道吗 本来呢 我心里面想的是这样 哪怕我不会电脑 我不要跟别人说 然后呢 就是慢慢的把电脑拿回来 然后慢慢的晚上呢 就去摸索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去上船 不会打字呢 我就去某渡那里查一下 拼音是怎么打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笨的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只上了初二 因为以前在农村里面 很多村里面的老人 都是这样想的 女的不用读那么多书 就是上到六年级啊 或者是上完初中啊 有的甚至连初中都没上完 都是让你哎呀 反正够年龄了 你就出去打工吧 就是这样哦 呃 所以呢 有很多老粉丝都知道 我是16岁就开始出来打工的 以前我上初中的时候呢 就是呃 每个星期 极有一节的电脑课 不知道你们那里是不是 反正那时候的老师呢 就是教我们学电脑的话 就是我们就是去到那个呃 呃 电脑试那里哦 呃 老师就教我们怎么样 开机 关机 然后呃 就一点很简单的那些 其他的那些 我们都没有 我都没有学过 所以呢 形成了 现在我真的 哎 做这个直播待货 举步艰难 呃 我店铺里面的这些商品呢 是我 叫呃 夸都的这个朋友 呃 然后他又叫他另外的一个朋友 帮忙 帮我上船的 你知道吗 呃 后来的时候我感觉总是麻烦别人 不好哦 然后呃 他说 姐你自己去弄一下吧 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哦 所以呢 别人都这样说了 我说好吧 呃 我自己慢慢的去摸索一下 那时候我就想着买一台 呃 笔记本电脑回来 晚上呢 等泡泡睡着了 我就去呃 慢慢的去摸索这样的 但是啊 你看一下电脑拿回来 我开好机的 连接WiFi我都不会 你说我多笨啊 是不是 哎 没有文化的女人就是这样了 哎呀 我真的 说起来两行累啊 真的 到时候你们出去看见我了 不要像我是没有文化的 但是 哎 你们说出来我也不介意了 反正都是这样啊 是不是 呃 要靠自己去呃 慢慢的去摸索吧 因为有时候呢我想去那个 嗯 平时我去的那一家南中店那里啊 想叫那个 嗯 店员帮我上传一下那些主图啊 还有那些呃 呃 寒书啊 其类这些啊 但是他那里店里面呢又挺忙的 哎 我感觉麻烦别人呢又不好意思 所以啊 我真的有时候开不了这个口 我又不知道就谁帮我去上传 所以啊 我感觉挺困难的 嗯 所以这才会形成我的笔字本电脑拿回来了 呃到现在都还没有上传到商品 到时候啊呃等到过两三个月啊 我们家的笋肝又又快上市了 到时候呢我又又去找那个夸都的朋友帮我去上传那个笋肝了 到时候哎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如果有缘帮我去上传的话 哪怕因为我夸几百块钱去学习 我都没关系的 只要学会就可以了 但是我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 是不是 别人不可能说领你几百块钱把你交会这样啊 是不是 哎所以呢 没办法 我就是一个猪 就是一个纯女人 好了不唠叨了 等一下呢我就煮点早餐吃完就出门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